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毫不知情 比如殡仪馆下午都不会火化 不能摸死人的脸等等 那么殡仪馆为何下午不火化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禁忌呢? 您知道原因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很多殡仪馆都有着规定 那就是下午晚上不火化遗体 所以在殡仪馆工作人员在上午比较忙 到了下午晚上就很空闲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认为一天之中 下午晚上的阴气都会比较重 而早上和中午的阳气最盛 因为过了十二点 阳气减弱 阴气加重 怕有一些不该有的现象发生 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在早上 中午火化遗体 人们对于这些比较敬畏 过去的人认为 下午开始阴气便比较重了 这个时候便不能烧尸体 晚上那就更不行了 晚上阴气更重 随着科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科学 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 殡仪馆当然也就不管这个禁忌 只要家属要求下午也是可以烧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一般来说 没人肯让火葬下午烧 因为人们随嘴上说不信了 但是骨子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敬畏 即使自己不信这一套 但是也会默默遵守 毕竟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根据这个特点 殡仪馆还延伸出了八个禁忌 殡仪馆的禁忌 在殡仪馆中 你若是想上洗手间的话 就直接说去洗手间 而不能说是去化妆间 因为在殡仪馆中 有很多的幽魂一直在游荡 他们即使是在被火化之后 也不会马上就离开人世 他们的魂魄 还是会在世间停留一段时间的 所以在殡仪馆里面 化妆室是不适合说出来的 在殡仪馆中 化妆室是个给死人化妆的地方 和厕所是不一样的 二 火化的时候绝不能说话 不能够指点所有逝者遗体 或者遗像灵位 火化炉 停尸间 女人 小孩 老人 绝对不能进入 三 在殡仪馆 殡仪馆里面 不要东张西望 到处乱走 乱坐 尤其是类似病床的东西 阴暗的地方 或棺木旁 四 不能乱说话 尤其是带有死字的话 在殡仪馆内坚决不能说 这些是非常不吉利的 五 在殡仪馆中 不能大声说自己的名字 否则会被鬼魂惦记 六 对逝去的人一定要尊重 不能说任何不利于逝者 或者不恭敬的话 七 在向逝者告别的时候 不能够说话 要保持安静 手机也要调成静音 不能喧哗 八 再将遗体送去火花的路上 不能将眼泪滴在逝者的衣服上 而且也不能摸逝者的手 九 在殡仪馆里 不能够东张西望 四处乱看 也不能随便乱坐 尤其是在阴暗的角落里 不能待 十 不能在殡仪馆和殡仪馆中念佛经 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十一 在殡仪馆中是不能够哭的 否则逝者会不愿意离开 十二 回家后 先在家门口跺脚三下 有带伞的就张开甩一甩 再进家门 进家后 首先要照照镜子 最好沐浴 沐浴更衣后 方可抱小孩 或见体弱之长辈 那如果触犯了禁忌会怎么样呢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网友的故事 大约是小学六年级寒假的事 那天早上 我奶奶起床后告诉我们 她昨晚上做了个梦 说梦到了一个老朋友来看她 她还拿了豆浆油条招待她 那个朋友吃完后 对我奶奶说 我要走了 我奶奶说到这儿 跟我们说 她可能是要死了 来跟我道别了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 一个梦而已能代表什么 然而当天傍晚七点 新能联播的那个经典的片头曲刚开始 家里坐机就响了 奶奶刚好路过顺手接了 挂了电话告诉我们 说她昨晚上梦到的那个老朋友家里人打来的 老人家前一天夜里走了 现在在殡仪馆 让我陪她走一趟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和奶奶 到了殡仪馆之后遇到的事 准确地说 应该是我遇到的事 当时奶奶在大厅里跟家属聊天 我闲着无聊就到处跑 然后在烧纸钱的地方 看到有个人在烧纸扎的房子之类的 我看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无聊 就在那个地方瞎走 走着走着 我就走出去了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原因 烧过的纸钱灰加上黄泥 把那一片堆成了小山包的样子 我脑子一抽就爬上去了 绕过一个小山包后 看到一个人 他全身都是黑色的 看不清样子 手里拿着根长条物体 在地上翻找着什么 他的身后还有几根立着的木头 已经被火烧成了焦黑色 当时感觉有些奇怪 就仔细观察了一下他 可是无论我怎么看 都看不清他的样子 我就想着 是不是离路灯太远的原因 我回头看了一下路灯 才发现我不知不觉间 已经走出来很远了 当时心说得赶紧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再把头转过来 突然就发现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我当时面对着的就是殡仪馆的围墙了 等于是死路 它是怎么消失的 如果是翻墙的话 四周鸦雀无声 没理由我会听不到声音啊 想到这的时候 我开始慌了 猛然想起 这里是烧纸钱的地方 谁会在这儿拾荒啊 我当时吓得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拔腿就跑 找到奶奶的时候 双腿都还有些发软 我找到奶奶说 奶奶 我们快回去吧 我奶奶当时 在跟一个阿姨说话 听到我说要回去 就仔细看了我一眼 我奶奶这个人是比较迷信的 加上我小时候身边 确实也出现过不少灵异事件 估摸着我可能是看到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就带着我回去了 走的时候 我靠着奶奶 还心有余悸地 偏头看了一眼那个地方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第二天我就发了高烧 烧得很严重 几乎全天都处于昏迷状态 清醒的时间很少 家里人趁我清醒的时候 硬是架着我去打了针 还给我喂了药 然而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到底烧了多久 只记得又一次清醒的时候 我听到奶奶在客厅里骂 这死姑娘 肯定是那天晚上惹了什么 才会这样的 我看她慌慌张张地跑回来 就知道肯定不好了 我爷爷一向不太相信这一套 就反驳说 我只是生病了而已 怎么可能就惹到什么了 还不就是惹到病了 估计就是被寒风吹的 我奶奶又说 如果是风吹的 怎么吃这么多药 还打了几针都一点好转不了 我爷爷被问住了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就说不行送去大医院看看 我奶奶又说 等会儿她清醒了 我问问她 我听到这儿硬撑着 从床上爬起来 刚走出房间 我奶奶就直接 问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又开始糊涂了 往沙发上一摊 然后迷迷噔噔地跟奶奶讲 当时我看到了什么 我奶奶听完后说了一句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之后的事 我已经没有记忆了 再有意识的时候 被奶奶叫醒的 时间是午夜十二点 奶奶叫我跟她下楼去 我说 我都成这样了 哪还有力气下楼啊 我奶奶跟我说 你起来试试看 能不能走 不能走 我再想别的招 我听她这么说 没办法只好逼着自己站起来 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挪 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走到楼下 这时我才看见 奶奶在一个旁边的路上 摆了一些水果和香煮纸钱 然后她让我对着那堆东西 跪下道歉说好话 我跪下后 问我奶奶 说什么好话啊 奶奶说 你就说对不起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原谅我之类的 边说边磕头 我照办了 一边说 我奶奶一边在旁边烧纸钱 烧完之后 奶奶说可以回去了 还告诉我 叫我别回头 我说好 然后和奶奶一起往回走 刚开始 还好 走着走着 越走越累 身体越来越重 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 刚上去没几街 我就喘着出气 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让我歇会儿 奶奶让我坚持一会儿 告诉我到家就好了 走到最后几街的时候 我说我不行了 感觉像有几十个人拉着我一样 奶奶你先回去吧 我坐一会儿就爬上去 奶奶不让 依旧让我再坚持一下 并且再次警告我 让我也回头 我一看没办法了 干脆一咬牙使劲用双手 死死拉住扶梯的铁扶手 死命往上挪 好不容易才上去了 当时我还是要靠着墙 才能站立 奇怪的是 一踏进家门 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力气逐渐开始恢复 精神也好了很多 站了一会儿后 居然不扶墙 也能走了 这时爷爷告诉我说 我房间里给我砸了米 让我先睡下 说睡醒了就好了 第二天我醒来后 真的好了 烧也退了 除了有些虚弱以外 没什么别的了 从这个故事可见 殡仪馆禁忌 真不能触犯啊 如果不是这个佛友 有一个懂行的奶奶 那可真是要被折磨透了 望大家引以为戒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